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短更新一下 这个是近日来比较有一些争议性的话题 老师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部分 这两天 金林老师来展现给老师看一个新闻 说是有一个台湾的变性人网红 说他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这变性人他是比较特别的 他是由男性转为女性 所以以科学的理论上来说 是男人怀孕的首例 首先让老师感到比较有点悲哀的 是这种事情 居然可以被当成新闻 还上了各大的新闻版面 这着实让人感到有一点无力感 为什么 如果我伟大的中华民国新闻媒体 是传播这种如私的信息来当成新闻 那么我中华民国国民的智商 真的是被按在水泥地上摩擦了 这个是有一点点感觉怎么样了 有点遗憾 这种话题如果放在一些众议性的节目 或是一些谈话性的节目 是应该比较合适的 但是如果放在新闻频道 真的是感觉有点奇怪了 不过我们今天还是要认识一下变性人这个议题 变性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勇者 怎么说呢 他们敢面对这种强大的身体改变 这个手术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术 手术前的怎么样 心理的挑战以及手术后的疼痛 复健以及法律上的问题 更别说生命的长度会被严重的压缩到了极限 这么说好了 各位有听过或见过 有许多80岁以上的变性人长者吗 所以基本上真的有勇气去做变性手术的 真的只能称他为勇者 也不为过了 而社会的眼光真的能做到变性这一步 即使在亚洲或是在台湾 也是必须经过了严谨 而且专业的精神科医师的鉴定 确定有性别认同障碍 那么才能进行到最后的手术的部分 也就是性别重置手术 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变性 老师不是医师 所以我们不谈手术或是医学的部分 我们谈谈另外一个角度 首先刚刚提到的性别重置手术 是一个改变身体的巨大手术 虽然男女身体上有九成以上都是相同的 唯一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性器官的部分 但是你要改变一个性器官 不是说把它切掉就没有事情了 老师以前年轻的时候 看过一些医学记录的视频 也就是性别重置手术的完整的记录 做完之后 其实没有一年半载 这些患者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生活的 而即使恢复了正常生活 后续的维护以及保养 是一个长期而且兼具的挑战 所以老师谈到 真的是要勇气去面对性别重置手术的 那么真的是生命的勇者 我们真的是应该尊重 而且尊敬他们 无论是男变女或是女变男 都是值得尊敬的 各位没有错 不是只有男人可以变成女人 女人他也可以变成男人 不过都是一定要忍受身体上变迁的一些痛苦 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 真的走到这一步真的是很不容易 当然也有很多是被误导的性别重置 有一些不良团体为了赚取手术费的佣金 因为这个手术费是非常高昂的 误导一些不是真正的性别 认同障碍的患者去做变性手术 通常变性完了 这些患者突然清醒了 才发现说这个他做的选择是被误导的 然后终生只能在后悔中度过 那个就真的算是一种悲剧了 那么按照老师今天要讲的事情 是按照武术的专业 变性后的人算命 他到底要用男命还是女命 改名字的时候 是要以变性后符合女性的名字 还是男性的名字呢 这就是老师今天特别来说一下的 首先按照武术的命学上 我们谈论性别 主要的是一并要考量到胎原以及胎息 这样一脉相传下来的事情 来进行了性别的认定 也就是说生下来是什么性别 你就是什么性别 后天的改变 接受了一些 比如性别重置手术 那么也不会影响原来的性别认定 例如生下来是男性 从之后转为女性 他的命盘不会改变 还是按照男性的命盘来做推算 男顺推女逆推天阳地阴 人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体结构 但是不能改变本身的DNA排序 所以无论是性别重置或是性向的不同 我们都是认定原来的DNA的设定 即使心理认定自己是女的 但是身体是男性的 那么还是只能用男命去推算 相反的认为自己是男的 但是身体是女性的 无论行为主旨 行为的举止在man 或是比老师还要男子气概 抱歉还是得用女命去推算 当然了 有一种情况就是生下来是双性别的 有一些小朋友他生下来的时候 就是有两个性器官都有 这种特例 医学界都会尊重小孩的心理状态 稍微长大一点之后 让他自己去选择他要当男生还是要当女生 这是一个很妥当的办法 但是以命理来看 DNA是女性 他就是女性 DNA是男性 他就是男性 因为DNA的结果只会有一个性别 而不会两个性别同时存在 最后一组的XX或是S跟Y 答应就是确定的 而不会改变 所以即使是双性别的 在现在的命学里面 我们还是以科学的结果 当做推算以及愿算的答案 那么什么事情都是绝对的吗 当然也是不一定 有一种人他就不一定是会按照既定的性别的命盘 可以推算的出来 那就是所谓的专业的神职人员 也就是所谓的和尚尼姑 比丘以及比丘尼 当然老师指的这些出家师傅是真正的出家众 而不是你只把头发剃掉了 然后披上个架杀 但是心里面还在在意自己的功名利路的这种假出家 老师指的是真正出家的 真正入了空门的这些师傅们 但是比较有趣的地方 老师稍微讲一下 这些真正出家的师傅来说 对他们而言并不存在真正的空门 因为既然五蕴皆空 就无色受想行事 无知义无德 也如道家所言 即无所机 欲其能生 欲继不生 即是真境 正常英武正常德性 常英常境 常亲近义 所以说虽然入了空门 却也不存在了空门 如同什么 如同经典金刚经里面所言的 如来者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顾名如来 像这样的高僧以及道长 事事无需选择 随心所欲 云淡风轻 所以所谓的命理定数 也失去了这个着力点 自然命牌也不一定在这些的高僧 或是道长身上 发挥了作用 当然这样子的人不多 就像老师也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老师本身还是一个要赚钱养家的一个熟人 所以也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有这样子大到有成的境界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 各位一定想到了 那么基督教或天主教的神父或牧师吗 同样是神职人员 这个命盘也是一样无效化吗 这就比较不一样了 因为僧侣是属于初世修行 而神父跟牧师之类的 是属于更加的入世修行 他这么是一个很伟大的存在 与世人更加的贴近 所以两者的性别 那个性质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基本上神父跟牧师这些有七世的 可以组建家庭的 那么命盘的数据 就是比较参考注意点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修女 修女就是没办法组建家庭的 那么他的命盘的准确度 也会比较没有着力点 而回到主题 变完性的人后面要遇到的就是改名字的问题 性别改女性的 当然就要改一些女性化的名字 性别改男性的 那就要改一些男性化的名字 这个在手术之后就要面对到的问题 这里老师要说一下 对于性名学而言 男人可以稍微有一点女性化的名字 这是无伤大雅 甚至还有一些加分的效果 为什么 因为在运势上面会有阴阳相合的加分作用 但是如果本身的DNA是女性 取了比较男性化的名字 那么在运势的分数上 就会显得比较弱势一点 也就是所谓的比较辛苦一点 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公平 男人可以取女性化的名字 为什么女性取男性化的名字 就比较辛苦 老师又另外一种 的形容方式来讲好了 男人就像一个固体 就像一个金属 我们把它形成金属这样 金属它本身是个固体 它可以融化之后又可以变成液体 这个是在看到温度的变化 但是女性就是什么 女性就像水 纯粹的H2O就像水一样 水它可以结冻 结冻之后也可以变得很坚硬 或者是说怎么样 他把它用机器高压变成水刀 一样也是无坚不吹不输给金属 但是它的本质上面 它却还是一个水 所以是说这个是不会改变的事情 所以说男人有一个女性化的名字 就像把它变成像水一样 刚柔并济 但是如果女性它本身是水 可是你却要求她去做 一直保持在刚硬的状态 那么就有一点违反她原来的一个生命的原型 那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她必须一直处于结冻 或者是高压的状态 这个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如果本身就是女性的 也不建议取太阳刚的名字 这对运势上都有比较稍微这么一点扣分的状态存在 最后我们要谈一下改变性别会不会有因果的问题 会不会祖先发怒震怒的问题 这老是必须把话说在前面 人活在世界上要先能够认同自己 如果已经经过了通盘考量 医师诊断也正确无误 是很适合做一个性别重铸手术的 而且也明白重铸之后生命会受到压缩 所有的健康的风险以及后果 都的确的体认无误了 而确定要走上这条路 那么爱自己肯定自己 比惧怕因果更为重要 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宗教 我们学佛法学道法 我们谈因果是为了要明是非断善恶 而不是为了恐惧以及害怕 如果因为这些恐惧 让自己活在自己不能接受甚至痛苦的肉体之中 那这个法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各位说是吗 而对于祖先的部分相信贤民的祖先都是希望自己 的子孙能够活在幸福快乐的人生里面 而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终生活在痛苦里面 法的存在是为了活的喜乐过的安康 能够爱自己的人肯定自己的人才能够真心的爱别人 才能够从小爱变成了大爱 要知道任何的宗教以及法门都是先从爱自己的小爱开始 而到大爱世间的博爱作为结尾 而不是让人活在恐惧与害怕 为了不触犯什么所谓的戒律戒条 而受到神佛的财罚 其实神佛上帝们真的会处罚人类吗 到最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大部分世间发生的事情都是自作孽不可活 说实在的老师常讲不做死就不会死 就是这个意思 例如什么 例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气候变迁 所造成的极度寒冷跟极度的干旱 不都是我们人类为了让自己认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而逆天恶行制造出来的吗 天地之间有感秤 那秤陀就是我们的良心 准心就是我们的法律 而行为就是那秤感的存在 而神佛跟上帝在哪里呢 神佛跟上帝其实就是那个拿秤陀的人 静静的看着我们怎么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已 如果我们的行为合法 心存善念 行为也是利益大众的 那么这就是无上的法门 人生自然就是往最圆满的道路而前进 神佛他也不会远在天边 而是近在眼前 如是而已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